五中带五 五中有五 这是我们对艺术的执着 您好 我是静松五一方 创办人李静松 谢谢您收听榴莲台 榴莲FN.com 拍打马来群岛的风浪 沐浴多元文化的阳光 踏着时代的旋律 南洋风云 榴莲当头我是顺人 四哥叫我是音音 天马星空我是凯明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话题是 27届的东盟峰会 东盟峰会在昨天 之前几天18号到22号当中举行的 包括了除了这个东盟峰会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峰会 那我们榴莲台也在这几天的时间 到了这个KLCC 还有相关的一些地点 就是吉隆坡市相关的地点 去参与的这个东盟峰会的 一些活动的 那么这几天的活动下来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现象 就是一些事情 就包括了 因为这次是马来西亚是主席国 所以整个场面是很浩大的 除了东盟的十国的领袖们 都到来了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包括 别的国家的这些对话国 就包括了美国 澳洲 日本 韩国 印度 等等的其他这些国家的领袖 都到来这一边了 就参与这个东盟峰会 那么东盟峰会到底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都到来呢 因为说明的是东盟峰会 当然是东盟之间的一些事情 大家一定会很奇怪吧 那为什么国际的这些领袖们 都到来这边呢 那很明显的 东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能 就是大家看在眼里 都是有可以得到利益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根据一些资料的话 东盟如果它是一个 东盟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 它在全世界的排名是 GDP的总值的排名是排第七的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都在东盟这个区域范围里面 算是很有潜力的一个地区 如果是地域性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地区 在昨天的一个 纳吉在这个 闭幕仪式过后的一个记者会上面 他就提到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那么东盟很多个国家 也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只有在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才会变得更加好 那马来西亚如果要靠马来西亚 自己本身的力量的话 那或许会很长一段时间 才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如果现在有其他发展中国家 一起并心合力 一起往这个发展的步伐走去的话 可能我们的一个 这一个发展的捷径就变得更快了 对 其实在东盟峰会有很多小花絮 也挺有意思的 除了正式的这种交流的场合之外 媒体中心其实在这个地方 聚集了不同国家的记者们 媒体人们都在里做报道 就我们所观察 有一些后边的一些专门的 独立的空间之内 有不同国家的媒体 包括有韩国的媒体 日本的媒体 还有中国的媒体 还有香港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 英国的媒体 都有 现场也有很多的直击的报道观察 观察或者CBS 他们的现场直击报道 也是很精彩的 这是幕后的小花絮了 其中 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花絮吧 就是这个CBS在做现场报道的时候 我们是在香格里的 然后呢 这个主持人特别有发 穿着西服 鼻挺的 而且站姿又很有发 他 他呢 在就是直播之前呢 他会想十分钟或五分钟 他就眼睛是朝下的 拿着话筒 在那想 想想 但是他对面的是摄影机 摄影大叔 在那举着摄影机呢 这个摄影大叔一看他满头 都是汗 特别特别的累 他就想把这个摄影机给望下 不要 如果你现在不说 我能不能把它放在地上呢 然后这个主持人一看到 不行 你就对着我 我当时看到这一幕 就感觉 这个主持人好厉害哦 你看摄影机大叔那么辛苦 他竟然让你不说 你竟然还让他给你举着镜头 也许这是他的职业的一个要求在那吧 然后过后之后呢 我 兜里有一块小糖 我感觉摄影机大叔很不容易 我就把这块小糖给了他 他的笑笑接受了这块糖 就感觉啊 整个的这样的 包括这样的幕后的小花絮 还有很多其他的 相信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是 可以看到 其实在国际记者的发言 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他们从道具上面 还是从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数值上面 可以感觉大家都是西装品 刚刚你说的嘛 然后 整体感觉就是 在那个 可以看到他们 为这一次 这短短的15分 或者这5分钟到10分钟的 这个演讲的准备 准备来 就在他们开始直播之前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一直重复的 可能在原地走了一个小时 就是不停地在被告 或者说不停地在想自己要说什么 可以看出 的确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 这一次的这个报道的 对 这次的东盟峰会 当然刚才提到了说 除了是东盟自己的 这些十国的 这些媒体们 也聚集了全世界的媒体了 那么在之前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报道 说这个 在媒体这一方面的 因为聚集了全世界的媒体 这个方面是 很 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媒体室 这边我就说到了 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军警 在这个吉隆坡驻守 因为可能在最近的 这个孔悉事件上面 马来西亚在这一方面 也做得比较充足的 可是在媒体室这边的 这个保安系统 是感觉上是没有那么充足的 为什么呢 我现在想要强调一下 这一个部分 因为媒体室 我们这几天的东盟峰会的消息 都是从这个媒体室 这边发布出来的 因为所有人 所有的媒体人 他们收到了这些消息过后 就是在媒体室这边工作 然后把这个消息 发布到全世界 那么现在这个媒体室 这边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如果是有人混到里面去 或者是万一有什么袭击的话 那是可大可小的 那我们东盟峰会的所有消息 都已经立刻被停止禁止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 是一点是 我们媒体人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身份 暂时有一个身份证的 那个身份证 如果我们有挂着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出走动 那么可是我们 如果要混进去的话 因为也没有人特定的人 去看你有没有这个证件 才可以进来这个媒体室里面的 所以你有没有的话 如果你是有心的话 想要混进去 也是可以很容易混进去的 然后你一旦进到这个媒体室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这个WiFi的 或者是无线网的这些密码 那如果你是有一个 有心要做坏事的骇客的话 你进入了这个媒体室 你又拿到了他们的 无线网的密码的话 你很容易也可以 嗨进去他们这个网络里面 那你嗨进去网络里面的话 那无非就是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以中断掉整个这个东盟的这些消息 或者是或者是在网络里面做一些坏事 或甚至是嗨进去里面放一些病毒之类的 让全世界的媒体瘫痪 同一时间瘫痪 那就完成了这个目标了 那这是我所关注的地方 那当然除了这个危险安全的问题之外 这个我们的网络信息 我们的这个媒体信息 也是应该要需要被保护的 当然我们有听众就是说他有 其实有人是在驻守着的 那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报道以来 一直静静出出这个媒体室 是真的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媒体室的门口这一边 是有任何人需要检查你的身份 你才可以进入这个媒体室的 这个是我所关注的地方之一 因为我们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声势 一个峰会来说的话 这一个部分的保安系统 是不是应该要做的更完善一些 不要任何疏忽呢 当然这一次的我们整个事情下来 是很安全没有事情发生的 我的忧虑也是太多 可能过滤的 那这是我所关注的一个地方 可能是不是在往后 有任何这样的形式的活动的话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需要做的比较充足一些呢 不过说真的 如果说媒体室的话 它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毕竟恐怖分子如果我想要制造恐怖的话 我恨不得我的消息 马上散播到全世界 就是我会 所以他要保护媒体室 对啊对啊 但是这么说啦 就是感觉上 恐怖分子如果真的想要攻击的话 他应该不会想要攻击媒体室 毕竟这是他散播消息最快的一个方式 不过其他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安是非常非常银行的 就是在这个KLCC Convention Central外围的这个公园 我们看到有目测上来说 大概是有接近一百位的这个军警 就是包括军人跟警察都在里一直在巡逻的 而且即使是下雨天 这些军警他们都是站岗在那里不会动的 所以看出是非常非常的严正的 这个圣武一带的 就是去保护这个嘉宾的到来 对同时那就是我们也看到在二楼进去的二楼 Convention Center的二楼 然后外边看到很多军警 然后有几排 好像似乎他们正在训练是吗 来回的跑步 来回的走道 好像训练之后要就被派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如果是这两天去到KLCC那边去购物的朋友们 很明显也就注意到在那个喷水池的外面 这边就是东方文化酒店到那边 然后到那边直接走就是没提示了 所以那一带呢 也有很多的军警在那把守着 相信有注意的朋友们会注意到这一点了 是 他们主要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这几天的这个紧张时期的 我们也知道 如果是走地下室通道 去到这个Convention Center的那一个 地下室通道也是被封锁起来的 如果你要去到这个Convention Center的话 你只能沿着这个公园这个外头这边走了 也知道 对于这件事情来说 我们也可以说到 想到说 直接可以联想到 如果是孔季之间的话 在地下室里面 发生孔季之间的话 是很难逃跑的 所以可能基于这一点的话 他们就把这个地下室的这个通道关起来 让大家在一个比较开放的范围 就是在这个公园这个范围这边走 通往这个KLCC的这个Convention Center 或者是这个Suriya KLCC的Shopping Mall 这边两个这个通道就是开放的通道来行走的话 可能就是如果要逃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考量 那对于这个保安军警这边的消息 之前这个总警长卡利他就有说到了 在对于这个东盟峰会 因为是警长时期 而且是聚集了很多国家的领袖们 所以这个就从4000名的军警 包括4000名的军警 升到7000名的军警 在这个吉隆坡是中心多个地段驻守着的 包括有军人 有这个警察 有这个便服警察 甚至还有一些保安 还有一些交通警察等等 这些执行人员都在他们的岗位上面驻守着 这个吉隆坡要维持治安的 对 其实另外的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画面呢 就是在东盟峰会在举行的时候 他会在一个地点特定的地点举行 同时呢 如果说是东盟十国家一峰会 就是东盟跟印度 东盟跟中国 东盟跟韩国 东盟跟日本 东盟跟美国 东盟跟联合国的这种一 十国对一的峰会 也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当中举行的 那么媒体是在哪呢 媒体就是在外围 那个 就是他们开会的那个meeting的 zoom的外边的那个通道的 靠窗子 靠窗子的这一个边缘上 都是媒体站在这的 然后媒体呢 有很多很多国家的媒体都在那 争相的去报道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些媒体是可以进入到里边 去拍照的 有一些媒体呢 是大部分问题还是在外边等候的 突然间 韩国的总统 普景惠 来了 突然间 日本的首相安培晋三 不是安培晋三 来了 但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安培晋三 其实走到半道 他没有过来 弯弯到另外的一个会议厅里去了 也许他在歇歇啊 不知道怎样啊 然后过后呢 他在李克强总理没到达几分钟之前 他出来了 就赶紧进入媒体室了 另外的最后的一个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最后一个到达了这个 他们所开会的地方 每一个领导人过来之后 好多的摄影记者啊 就夸夸夸看的闪光闪光 然后又拍他们走过的这个过程 然后 那么我们媒体究竟从哪得到的这些 新闻和讯息呢 其实里边他说什么 很多媒体都不知道 大部分觉得 大部分媒体都不知道 他们里边在说些什么 我们 所知道的讯息 都是官方通过 在媒体中心 有一个方格各的一些信息资料库 在那里边呢 你想 知道哪一方面的信息 包括我们的 首相 纳吉要发表一些演讲 演讲的内容在那 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发表的一些的 开头的演讲也是在那 包括呢 日本韩国印度 这些国家的相关的信息也都在那 如果你想取相关信息的话 你就从这些小方格里取这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这些相关的信息 都是通过官方 想让媒体知道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方面的信息 但是内部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你想知道的话 那就确实是很难的 以扩得 它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想知道的 就是想告诉我们的 就是 其实我们索性在所看到的媒体的信息 所看到的新闻内容 都是官方有意把它透露出来 让我们报道出去的 那么他们不想透露的很机密的一些信息 我们是永远得知不到这一方面 机密的信息的 机密的信息 它究竟为什么是机密的 只有国家 只有领导人 每一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人 才知道那里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息 其实当时因为媒体正想要 正正要进入这个会议厅里面 做这个报道的嘛 可是被推出来的是那个负责人 他就告诉了我们说 其实里面有他们的自己本身 日本本身 韩国本身 他们自己选择性的媒体 就是他们已经选择好了 这些媒体做报道的 我们这些其他的媒体 就只能在外面这边 就连马来西亚的 Banama这一种 比较有公信力的媒体 也只能在外面 驻守着他们的岗位了 那他就告诉我们说 这些其他的媒体们 只能在外面等待他们完成了过后 发放了这个消息出来过后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实体的报道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发生呢 他就提到说 其实这个媒体在一方面 他说 其实他说媒体 他说这个媒体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 他们自然就会有 本身自己的媒体在那边驻守着 然后这个会场 这个会场不能容纳 那么多的人进去做报道的 那我们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你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峰会 你选了那么一个 那么小的场地 然后你 这可能是他们的理由 就是要推出 这种理由 要拒绝其他媒体进入采访了 因为刚才就说到了 机密这件事情 就是以这个借口 来把这些媒体们 推在门外面 可是大家也可以想得到 Kelsey那么大的一个场合 那么多的会议厅 那么多可以容纳人多的地方 为什么就偏偏选在 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然后让其他的媒体 站在门外面等待你们的消息 这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想也想得到的一个点了 或者说就是 大家可能在猜测 就是到底是他们故意 让就是做出这样的做法 就控制媒体进入的数量 来控制这个出来的消息 那么这些出来的消息 就很能够让官方能够掌握出 要让大众知道什么东西 还是他们其实只是安排失误 只是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而造成的失误 还是比较让人去 其实去思考 到底是有意做出这样的消息控制呢 还是无意就是只是安排的失误而已 其实进去的人是什么的呢 都是photographer 对 都是摄影记者 official media 对 记者他不让进的 你只能拍照 拍完照之后呢 你必须要出去了 他们是这么一个规范 所以呢 永远他们谈论的机密的东西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是 这个机密的东西是什么呢 有害于人民吗 有害于社会吗 有害于国家吗 有利于某些利益团体吗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图片 就是因为photographer可以进去 我们只看到图片 可是我们看不到 他们的内容细节 到底是在谈些什么 这就是一个 这个算是亮点吗 其实不是亮点 因为它不是好事 我们的媒体自由度 到底在哪里呢 为什么媒体 我们有一个许可证 可以进来做报道 可是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被拒于门外 这个是 让媒体来说 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问题 倒是在这个 东门会之前的一些论坛 倒是有提到的 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东门对于这些政策 或者说这些实施的方式 都缺乏透明度 而在这个讨论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有 或者说各国的这些财政部长 都有去对这方面 提出一些批评说 东门在对于实施政策的时候 都缺乏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 让很多人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各国都用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这个东门的进度 所以造成很多时候 东门的这个实行 都变得很模糊 而且就如现在 我们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很多人到现在 目前为止都不知道 什么是东门 很多百姓也不了解 东门到底是什么回事 而更限制于就是 很多时候只是政治上的人物 去在推动这个东门 或者政治上的交流 反而是在东门生活的老百姓 都不知道什么是东门 是 出了这个点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经济部部长们 来自各个国家 记得他 没错 应该是柬埔寨的经济部部长 然后他就说 我们的民众都不知道 什么是东门 也不知道什么是东门共同体 所以我们有必要让 我们的人们知道 我们就是东门人 我们是生活在 东门这个区域国家的一个居民 是 东门这个 就是柬埔寨的这个经济部长 他也是听 他有出了一个 他提了一个建议 他就说 与其我自己本身一个人 就是他在身为一个东盟的 其中一个领导人 那么他就说 与其我在我的自己国家 就是柬埔寨里面 宣扬这个东盟文化 宣扬这个东盟共同体 这种概念的话 就是东盟概念的话 不如现在东盟的十国 大家出来一个协议好 一个概念 那在这个概念就通用 在东盟十国里面通用 那不是更好吗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意见 因为毕竟如果是一个人 单方面的 在自己国家里面 宣扬这个东盟的文化 宣扬这个东盟的概念的话 那到最后的话 如果是以他这个建议来说的话 不是更好吗 大家可以更加容易的去 就是达到这个 共东盟共同体这个愿望的 所以一个国家的力量 还是始终还是不够的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和一个标述了 那至于马来西亚这一边 我们的经济部长 他就挺乐观的 他就说我们其实马来西亚的 每一位 不是说每一位 是大部分的人都了解 什么是东盟 什么是AEC 然后只要一个挑战 是他现在必须要去做的 就是怎么样 让马来西亚的每一个人 在东盟其他国家的 这些境内的时候 觉得像在家 就比如说你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你怎么样让 他要怎么样让我们马来西亚人 在泰国的时候 在印尼的时候 在菲律宾的时候 甚至在文莱的时候 感觉自己就像在家一样安全 和感觉一样平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哦是 这确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如果我到缅甸 到国改战区的时候 我能够感觉到安全吗 不安全的 如果说我们要去 另外的一个国家印尼 包括他的一个亚齐的话 那里边伊斯兰教的这个 教法比较重一点 我们能够感觉这是我们 我们是东盟国家一个居民吗 似乎也某些朋友 也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这一步还迈出去 还是有很长的一个距离了 但是我们现在获得的消息啊 就刚才还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补充一点 就是也是 在这几天的采访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件事情 在李克强总理和印尼的总理 莫迪他们会面 印度总理吗 对印度 对印度总理两个人会面 两个人会面呢 当时旁边还有一些 包括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媒体 他们一看就是印度裔的马来西亚人了 然后他们也在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消息 随后呢 我们就回到媒体中心了 他半道悠悠碰见我了 说哎 你知道他们就是莫迪和李克强 在里边书写什么吗 我说我不知道里边是闭闻的 那你知道相关的一些 其他的媒体爆出来了吗 我说我还没有查 我查完信息之后 我再给你告诉你吧 然后随后就开始查信息 查到人民网 人民网确确实是有信息 人民网的海外吧 英文吧 是有信息的 就说李克强和莫迪 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 包括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经济上的合作关系 具体他提了两个点 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信息给了这一位同行了 但是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人民网的海外们会知道 中家信息 其他的媒体根本就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马上的就能够感觉到 其实呢 国家的一些政策 他只允许由国家主导的那些媒体知道 然后那些媒体就是他们的口舌 他们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说什么 把国家的主要的基调给报道出来 这是媒体的另外的一个方向了 不过今天我们要谈到东盟峰会的几个成就了 确确实实在2015年马来西亚作为轮流主席国 这一年我们做了两件事情啊 然后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要在2015年的12月31号 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了 东盟共同体它包括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政治与安全的东盟共同体 第二个是经济东盟共同体 第三个呢 是社会文化东盟共同体 这三个共同体成立之后呢 怎样去实施 这是需要看下一届东盟轮流主席国的一个表现了 那么下一届东盟轮流主席国是谁呢 那就是老沃了 这波这个12月31号 其实在这个论坛讲座会的时候 有一个嘉宾其实还有提到的 就是当决定这个论坛 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日期 什么时候成立这个东盟共同体的时候 他在他说他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各国领导人都在嘛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 问到这个问题 大家都不敢提出这个日期是几时 所以就他就看到这个情话 就说了 这12月31号马上大家都赞成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因为所有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都不觉得他们已经准备好 要成立这个东盟共同体 所以基本上能够最延迟的 最迟的时间就是这个日期了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日期出现了 12月31号 因为其实 所以算是一个东盟的隐忧吧 就可以看到说各国领导人 其实都没有信心去进行的东西 而大家反而出现了这样子 一个很吊诡的一个日期 是 这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就是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的外交部部长 安妮法在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 我们要在今年年底实施东盟共同体 但年底他没有具体说哪一天 后来就指出时间了 12月31号是最后一天 真的很底 真的很底 也许最后的零时 开始实施这个东盟共同体 但是他具体的实施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谜了 而另外的一个我们得到的成就就是 我们宣布了2025年未来跟东盟共同体的一个愿景 叫吉隆坡宣言 在这个宣言当中呢 也是展现了未来美好东盟的一个展望 其中呢 以2015年为主题的 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 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民的这么一个口号 来进行东盟十国的共同的协商与合作的这一年 但是2025年也许呢 我们还有十个年头需要等待 不过这十年也是过得好快的 就包括我们2003年的时候 我们在印尼 在巴厘岛的时候 就东盟 那一届东盟峰会的时候 就提出了我们要有一个蓝图 这个蓝图是到2015年 要是形成一个东盟共同体 果然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就形成了东盟共同体 2003年到2015年12年的时间 那么下个十年 我们真的能够在东盟这个区域 区域内行使 实施哪些一些措施吗 包括像东盟 包括像欧盟一样 欧盟现在有深根条约 他们是无国界的 任何一个欧洲人都可以在 欧盟共同体的国家内 无限制的穿梭 然后他们又统一的货币 那么我们呢 东盟是不是也可以东盟十个国家 如果是你作为东盟的一个国家 一个公民的话 可以在十个国家 无限制的穿梭呢 或者说我们未来 也有我们统一的货币 等等都是一种展望 但是这一年却 其实作为马来西亚 作为隆尼主席国 它是贡献很多的 包括共同体的一种成立 就像刚才凯明所说的 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对 这个困难还需要时间去检验 对 其中一个困难啊 就是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个空袭的事件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在法案这边要加强了很多 然后这个因为也是全球算是很瞩目的一件事情 毕竟除了东盟十国的领袖 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很很大咖 我们叫大咖的这些领袖都到来这边了 所以这一件事情也是让很多的 很多聚焦在这一次的峰会上面 可是那集就本身就说到了 因为这次峰会也是全球聚焦 然后这一次也完美的落幕了 所以他说 其实他觉得很欣慰 毕竟马来西亚这一次 他是有一个主席国的这个主席 东盟主席国的主席 所以他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完美落幕 觉得很光荣 然后马来西亚在这方面也做的配合的很好 然后其他的国家 就是对话国或者是东盟十国的这些领袖们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人士 在马来西亚这一次东盟峰会 或者是相关峰会的这些事情活动上面 都配合的很好 没有任何的插座 或者是有不顺利的地方 所以他也觉得 这一个层面上面 马来西亚在这边 在国际上面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面子 所以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他同时也分享到 他自己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看法 就是他自己对于 就是峰会完毕了过后 自己的一些心情分享 的确 不过在恐怖分 就是空袭 或者说这个伊斯兰国方面的课题 其实这一次算是 很重点的一直提到吧 就是你看很多媒体都有 提到关于IS的 或者说在恐怖分子 或极端主义的这个问题 那么纳吉在这个东盟会刚开幕的时候 他也是重点提到了关于这个的信息 其实感觉上看起来 纳吉很有把东盟变成伊斯兰国代表的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他演习当中 他有说到是 在东盟算是 有最大的这个宗教群体 就是伊斯兰教 然后才到佛教 然后再接下去是其他基督教 然后到其他宗教 所以看出来就是 纳吉在这方面呢 都一直有强调 就是我国或者是东盟 都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典范 我们在自己有各个族群 我刚才也说到 有三大的宗教 都可以很 很好的 东盟都可以很好的 这个生活在一起 而且没有战事出现 然后再对比中东方面 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纳吉有一种把 因为毕竟现在全世界 或者说很多西方国家 对于伊斯兰教的印象 都是处于像中东的 一些极端主义的这些印象 那么在这个全球聚焦的时刻 如果把东盟的形象 作为一个伊斯兰温和派的代表 或者说一个正常的伊斯兰国的 一个这样的形象 推销到全国际上面 应该算是很有市场了吧 就是它变成一个伊斯兰教指标 而不是当人们想要伊斯兰教 就想要极端主义 是 在东盟这个区域上 印尼在穆斯林世界 应该是老大哥了 然后他一直 他的一些教法 或他国家对于穆斯林的 一种对待方式一直以往都不和 中东国家是一致和一样的 他认为在这个区域内 穆斯林的老大哥是我们 我们要指导很多人 以温和的方式走到穆斯林的道路上来 这是伊尼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态 似乎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和意味的话 会让中东的老大哥很不高兴的 你包括沙迪阿拉伯 你包括伊朗 这些国家是很不高兴的 我们在穆斯林世界还没有称一称二 你要称三了吗 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这一次东盟峰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就刚才说大家也许都没有心理准备 要实行要做好东盟共同体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就都推到了最后一天 会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就是进行我们烟埋的天气 这也是区域性东盟区域性问题和课题 包括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都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烟埋的天气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行之有效的东盟共同体的一个机制 去解决烟埋的问题呢 没看到 至今为止 也许现在已经烟埋销声匿迹了 明年它还会再来了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去应对呢 所以目前来说 虽然东盟共同体已经成立了 但是它内部的机制还是不完善的 或者现在内部的机制还趋于一个真空底 是 东盟共同体要成立的话 相信成立它是一个点了 它现在可以成立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可喜可合的事情 可是成立了过后就需要时间去经营它的 经营它这个时间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因为毕竟如果是一个联盟 还有两三个国家 那可能说起话来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现在毕竟是十个国家 东盟十国 十个国家如果各自有分歧的话 那就自然而然很多协议 或者是很多协商的东西都很难去达到一个共同的指标的 包括就因为我们东盟十国 各个国家虽然说是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多元的很多元很多元的各个领域都好 都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元素 然后很丰富的一个条件 让我们东盟有个特色 可是这也是一个阻碍着东盟国家 各个想法的一个指标了 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想法 才会让我们的 要达到一个共同目标的时候 才会有一些阻碍 这些阻碍当然就是需要 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解决的 那么这个方面 东盟共同体成立了 他接下来要经营的这一段时间 到底要花多长呢 也是我们要自热可待 要去期待 然后要去看他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转变的一个进展的发展了 不过在这个东盟共同体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 就是各国领导人对于这个东西 虽然我们刚刚说 就是可能出现了很多不一样 很难解决的事情 但是就是东盟的存在 它组合共同 就是一个共同体的利益的体制 以前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毕竟它是成立之后 算是第三大世界经济体 应该是 就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所以其实无论如何 成立一个东盟 虽然这样面对很多政治上 或者说一些地方上的分歧 但是只要利益摆在 摆在眼前的时候 相信各国或者说 东盟的这个十个国家 都有意愿想要去到这个 这个宏愿 但是主要是如何去到这个地方 至少目前一直我们看起来 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 对 除了关注东盟之外 另外的几个国家 也需要关注 奥巴马 然后李克强 莫迪 安培金三 普警会 还有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官员 都值得去关注 我们在下一段的时间内 给大家详细谈一下 国外的领导人们 他们来到东盟峰会 他们的政治教力又在哪里 拍打马来群岛的风浪 沐浴多元文化的阳光 踏着时代的旋律 南洋风云 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你好 我是孙和生 你正在收听的是榴莲FM 榴莲当头 我是孙仁 自由高照 我是盈盈 新空我是凯明 是 回来我们再聊一下 今天的话题 就是27的东盟峰会 刚才前面就提到的一些东盟峰会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 包括媒体这一方面 包括东盟峰会的 这个整个盛事的关注点在哪里 然后现在这一段 我们要聊一下 这个我们东盟十国以外的 这些领袖们 领导们 他们来到马来西亚 参与这个东盟峰会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之前也知道说 在前几天的时候 就是东盟峰会刚开始的时候 各国是这些除了东盟 除东盟以外的这些各国领袖们 他们都对于东盟 都说了一些话的 就包括美国的奥巴马 他就说了 他正在寻求着深化和东盟的关系 就是美国和东盟的关系 然后中国这一边就力挺东盟 希望东盟一体化可以成型的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 然后日本这一边就说 他们将会成为东盟的最佳伙伴 然后印度这一边 又会帮助所有在印度这一边 经营他们的商业 商业或企业活动的这些马来西亚人 所以在这一方面 大家都对着这个东盟的这个区域的范围 这边做着一些讨好的事情 感觉有些是上讨好 有些上是跟东盟这一边的区域关系 做的比较想要增进这一段关系 大家为什么对东盟这一块 这一个部分那么关注呢 对因为在2030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超越成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我们有六亿的人口 在这个巨大的市场当中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种野心 想夺取他们自己的那一份耕了 然后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实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呢 他们居住在哪呢 包括日本的首相 也包括美国的总统 也包括中国的总理 也包括印尼的莫迪 印度的莫迪 这几个人 对这几个人呢 他们都住在香格里拉酒店的 然后所以香格里拉酒店是很热闹的 每天都是进进出出的人马在跟随着 包括日本曾昨天前天的时候 遇到了日本的一个新闻社的几个同行们 他们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在日本媒体工作 当问我当问了他 你们报道的倾向度会怎样 因为你知道很矛盾的吗 一个中国人 然后在日本的媒体 他们究竟怎样去报道新闻呢 是像是中国报道 还是像是日本报道 何况现在这个政治历史的 就是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一个政治外交的关系 并不是很和睦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在这个区域当中 媒体记者主要是关注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关系 当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外长王毅从里面红地胆出来的时候 有媒体记者就问他 王毅外长请问一下 有没有这次准备中国总理李克强跟日本的首相安排 会会面呢 然后王毅就回答说 这是一个秘密 无可奉告 而私密的问题 然后就走掉了 很潇洒的走掉了 所以可以看到之后呢 我们第二天就看到新闻上就出来这样 这样一则新闻了 说其实李克强跟安培交谈了五分钟 是李克强主动的 就是媒体中报道 我们不知道 他们说共同社的内部的消息是这么引述的 所以他们也说 其实三个国家在三 十加三 三个国家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也包括中国 三个国家再次站到一起是不容易的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一个平台 继续为东盟的发展 或者是说东南亚的发展 区域的发展 做出我们各自的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最新得到的一个报道 不过除了日本和中国以外 其他的国家的这一种言语和说话方式 也能够表现出他们来参加这个峰会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他们跟中国 他们跟东盟的关系又是什么 是 当然了 这个每一个国家对于 我是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他们 就是胡适丹丹 胡适丹听起来不太好听 可是确实他们现在不是在做着这种事情吗 因为东盟一直都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说 或者是直接各地的人的媒体都一直在强调说 东盟是一个很有潜意的一个市场 因为加上如果现在是东盟一体化了之后的话 你想想看一个国家 他的贸易如果要跟这个东盟地区的贸易要连接起来 他是多么容易的这件事情 以前如果他比如说中国以前和马来西亚贸易 他就只能和马来西亚贸易 他另外如果要跟菲律宾贸易的话 又要另外做一个贸易 那么现在是共同做了一个东盟一体化的话 那他现在是跟东盟贸易 那这个相对之下 他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步骤 所以这一方面 当然是其中一个点 就是让他们方便了很多这些手续的问题 或者是在贸易上面需要做的一些 简化了他们本来要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 外交这一方面 就是友好关系这一方面 如果是说和东盟建立好一个很好的关系之后 那你就是跟十个国家建立好一个关系了 那是不是相对之下 你是不是比较 比较说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是把握度是不是比较高的呢 那如果再拿回中国这个做例子吧 中国和缅甸和越南这一边 是不是比较有一些 比较有一些矛盾 或者是有一些 算是在战事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叫什么 就是 大家有互对的一些地方了 那么现在如果跟东盟建立好一个关系之后 虽然说跟越南这一边 或者是跟缅甸 跟越南这一边是有一些 战乱的情况发生 可是跟其他东盟国家都很友好 那么现在他的这个 战乱的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会被减小了一点点 那么他是跟东盟的整体关系是很好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看起来 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那个部分对于中国来说 是不是比较有利一点 大家都不会关注在他这个战乱的地方 和是关注在他们这个友好 之间友好的关系 这个是不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考量的一点 是在这一方面 对很多国家来说 只要你和东盟搞好的关系之后 那如果你当中有一点小小的 不好的关系的话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掩盖的过去 是 其实就在我们采访的这几个人当中 就是在香格力大酒店的时候 我们去了 想进去的 早晨进去的时候 然后被堵上了 然后门一圈团都被堵上了 我说为什么要堵上 不要让人进了 然后他们相关的人员说 里边已经坐满了 有现在正奥巴马在做演讲 然后他演讲完走了之后 应该就可以撤了 所以说奥巴马的架势 这确实是很大的 他在做演讲的时候 外面都会堵 堵着很多的障碍物 不让人进去的 然后之后我们也想等他出来 但是最后也没有等到他出来 说从后门走了 我们说他走去哪了 是去东方峰会了吗 然后相关的工作人员就是说 他应该是回酒店去睡觉了 休息了 我们也许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说到美国 其实我们看 如果看媒体报道很多新闻之后 我们发现在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 都好像签署了很多条件 只有美国好像只是来了就走了 没做了什么事情的感觉 那就是美国这一次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感觉上就是冲冲来做这个演讲 然后拜访一下 然后就走了 是 这也是挺让人感觉到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他在奥巴马做演讲 主要讲了些什么呢 他主要讲TPP 全场从第一开始到最后 都在讲TPP 每一句话里都含着TPP 三个字 三个字母啊 所以足以看到美国主要在跟经纪人 或者是说从商的这些人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他着眼于TPP 另外的一个他公开的一个演讲稿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稿 他主要谈到了几个点 他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 他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 他谈到了教育问题 这几个问题呢 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谈 这几个问题的呢 他是以一个世界大国 就是这整个世界是 他的运作方式 还有他的规则是在美国的监控底下运行的 无论你是东盟也好 无论你是欧盟也好 必须要听我的 你要遵守国际法 你要遵守联合国宪章 这些都是谁定的呢 也都是美国定的 所以你要在这个框架底下来运行东盟的极致 这是美国告诉大家的 这是美国告诉东盟国家的 所以他来了一趟 说了几句话 就走了 这也是他的主要目的了 他还有跟纳吉说话 他跟纳吉说是什么呢 他就跟纳吉说了 他说的这句话是这样的 他说透明度 公信力及反弹的重要性 是很重要的 然后 可是他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是听的话就知道他是这一件事 就是什么公信力啊 反弹反弹的重要性啊 还是透明度 这一些感觉 他就是在隐喻着纳吉的26亿的政治现金丑闻的事件的 可是他自己又不愿意去评论这个纳吉设计在这个丑闻的事件当中 因为他说他自己本身毕竟也只是一个访客 然后他说在美国调查案件当中 他是不会直评任何的这一类的事情呢 他现在在访问其他国家的时候 当然也不会去评论当地国家发生的这些丑闻 他只是会提醒纳吉这一些事情 是在拖后着马来西亚进步的一个指标了 那希望这个纳吉这一边 就是会听得进他的说法了 再加上本身美国的奥巴马 他这样说的这些话 到底是不是有实质性的作用 因为他只是提了这一些场面话 就是表面上大家都懂啊 公信力一定要有啊 声明一个政治人物的话 透明度一定要有 公信力要有反弹 这些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可是他说出了这些话 到底有没有作用 到底对马来西亚 或者是对东盟以后的这个情况局势 有没有作用 这个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 他现在说了这些话 可是就匆匆的就走了 那到底他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除了刚才妍妍所说的这些目的以外 他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关注啊 是他 就是他主要的目的 第一你要记住 我是世界制度的制造者 你所有的东盟的运行的机制 南中河海的争端要遵随我控制之下的这个体制 这是他要声明的 第二个声明还是他要促进TPP的一个谈判的进程 这是两个点了 现在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来到这 但是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到这 有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媒体 或者是我们现场的观察 可以得知 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来到大马 他主要的点有两个 第一个点就是经济 第二个点呢就是文化交流 至于南中国海问题 至于跟日本的关系问题 一点都没有谈到 然后当李克强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等得很焦急 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出来 出来之后有媒体就问他 对于南中国海的问题是怎样的看法 还是怎样的观点之类的 然后他也回答了像是英的 但是很简短很简短 就那么一点点他就走出去了 其实李克强给我们的印象 好像似乎并不深 最深的还是他旁边的那些保镖很深 一直在站在那 人高马大的 然后眼神很锐利 眼神360度无死角的 来回照 然后当他瞅到我的时候 我就静真眼瞅着他 一直瞅着他不好意思的就转过去了 然后确确实实在东盟峰会上一些小的细节 花边新闻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你竟然去关注别的花现新闻 这是太心情 说到这个经济的部分 其实东盟和中国签署的这个叫做修改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协议 这个是预计可以在两方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双边经济合作 还有投资来往的总额 个别是突破一兆美元 还有1500亿美元的目标的 这个看起来是有利于这个东盟和中国的一些经济的上面的一些条约了 主要还是他的这个内容是希望可以修改到彼此的这个贸易啊 服务啊投资 还有这个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来提升整个区域性的这个经贸合作的 所以在这一边他们所关注的地方还是在于一个国家除了政治以外就是经济 没有经济的没有经济来源的话 他们就是很难去走下去了 那现在东盟这个即将在崛起着的一个区域的话 这个市场是指日可待的 那中国已经看好这一点在这一边做他们的这个经济交易 所以看得出大家的野心都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来的这一次的东盟峰会了 当然包括还有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也是在这个论坛当中就是有提到说了 他会在这一边就是希望这个很多的马来西亚的商家 在他的印度这一边投资啊 或者是做一些商业企业的活动的 他们也会全力的去支持这一方面的这些企业家 在印度这一边 他们会全力去协助他们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主要还是要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到这个印度 尤其是东盟的外资进入到这个印度这一边 那么大家都是互利互惠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未来的趋势上面 可能就是互相大家都会好吧 对 下一届的东盟的人民主席国就轮到辽国 就是老也是俗成老窝了 这个国家的相对还是比较贫困一些的 我们也在闭幕仪式上看到这个国家的简介 一个影片 文化色彩是很丰富的 这个是无人之余 对 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了 但是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 下一届轮流主席国老窝 他跟中国的关系是很不错的 是彼此新交心的朋友关系 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宣传片当中有很多的中国字 什么中国建工啊 什么大坝的工厂啊 都是有中国字的 所以足以可以看到我们值得关注的一点 就是下一届老窝作为东盟轮流主席国 他将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扮演怎样的角色 是明年就是明年的峰会上面 那个美国会到去这边吗 其实会出席这个辽国这边的东盟峰会吗 也是一个大家可能会去关注的一个点了 好 是 我们谈了这么多有花絮的问题 也有新闻的问题 也有一些小道的消息 给大家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一段东盟五天之旅 是 最主要的是我们东盟这个区域性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东盟这一边 那东盟的未来的一个趋势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它好 它好的话带动的话 就是我们人民变得更也会更加好 那希望这个区域在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然后和各个国外国的这些关系也会变得更好 那么我们整个区域性的和平 区域性的一些发展可以变得比今天更好的话 那我们都是 这都是我们的愿望 都是我们领袖们 各国的领袖们的一些愿望 我们希望我们东盟整个区域社区的经济也变好 政治能力也变好 那全方面的去提升 去变好的话 那我们 这个才是我们主要的愿望 那东盟建立起来 成立起来 发展起来 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一边 明天再跟大家天马行空 拜拜